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会问Curious不是C字头吗? 为什么会用K字头呢? K字代表是knowledge 知识 城寨多年来都强调以知识为本 而好奇心产生知识的动力 知识能够传播就需要结合创意了 所以好奇知识创意就是Curious这个平台的精神 在Curious里面 除了城寨的节目之外 会有来自五湖四海全世界的creator 将他们的知识和创意产品带给大家 Curious 是一个属于大家的平台 各位Patreon的支持者 又到一个星期 《世汉历史》又跟大家见面了 回顾这几集 其实跟大家重温中国今时今日 我们所理解的共产中国 其实它出现的一些现象 体制和问题 究竟是文化制度 还是列宁式独裁管治而产生的呢 我尝试从一个历史的角度 去提供一个新的观点给大家 我们就由周秦之变 所谓在春秋战国中华文明 比较早熟的时间 就是由封建 西方出现封建的时间 比中国迟很多 亦是漫长很多 中国的封建体制去到秦已经结束 就是由一个春秋战国 一个列国临立的封建体制 走向一个以法家思想 去作为管治的核心 一个法家帝国的形式 而这个法家帝国的形式 由公元前秦朝统一 就是公元前二千多年 一直延续到1911年 这种独特的发展路径 世界上唯独是在中国里面出现 不断重复的 循环的一个自乱轻衰 和一个分裂统一 追求一个大一统帝国的一种政治文化 很多时候我们读历史 有几个错误的观察 到今天很多人都在习以为上 第一 以为中国是瑜伽思想治国 所以在第一二集里面 我们就帮大家解开这个谜 其实瑜伽只是表面 Marketing那一套 实际上 其实是源于 法家里面的那种 郡元制下面 一个王权 绝对王权的 对黎民百姓的控制 这个早熟的一个法家帝国 是比西方走一个大一统的民族国家 是早了二千年差不多 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 为什麽我们这麽快乐 中华文明呢 就是比如很多人 会去到八达岭的长盛 会感到很骄傲 我记得我读大学的年代 都要去万里长盛 第一次登上万里长盛 那时候还有个证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拿过 叫做好汉证 叫做不道长城非好汉 那就可以去到那个位置 去付钱 不知道五元人民币 就买一张证书回来 那今时今日 我想没有了 那另外就是去这个 故宫博物馆 当时我们由五门一路穿过故宫 那时候故宫没有管得那麽嚴 还有很多那些 很残破那些非笨住的宫殿 那些旁边不是太和电 那些旁边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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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在这儿捉迷藏 其实是坏了很多的 但是你一进去的那个 感觉 你就立刻会有一种 身为皇帝子孙那种的自豪感 那时候年轻人 虽然自己也是读历史 但是没有什么 从另一个角度去看 每一次我们标榜 这个中华文明的伟大建设 那时候 就包括一个我们历史上 最大的误传 就是说在地球太空人回望 看到人类的建筑 竟然是万里长城 这个就是 一到大过了就知道荒诞了 因为距离地球那么远 的太空回望 怎会看到万里长城 就是沙丘气 但是这个谣言 我相信了很多年 所以为什么香港人 会一路慢慢形成一种中华胶 它不是认同共产党政权 它是见到这种 2000多年来 中华文明的那种的发展 我记得北京的历史博物馆 新馆重开的时候 我想大约十年前左右 我还在政府做 就上去招待我们去参观 就将全国各地最精致的 中华文明的文物 放在北京的历史博物馆那裡 是很震撼的 由这个三星堆文明 四川 然后接着 养兆文化 一直到汉朝的秦兵马俑 汉朝的画像尊 汉朝的陶俑 眷画 壁画 一直到来 唐朝的三彩 如果你看着这些 每一件的实物 包括春秋战国的鼎 毛弓鼎 你想想2000年前 在中原大地生活的人 他们那种的创意 和那种的制造那种能力 manufacturing那种能力 特别是青铜器 你真是简直是匪夷所思 是没有机器 什麽都没有 是人手做出来 所以这种自豪感 我觉得是第一步 大家进入中华交的起点 然后慢慢才发展到对政权的认同 那一步困难些 因为我们在殖民地长大 而中共历次的政治运动 就是我们父母那一辈都受害者 而被秦香港 所以要政权认同 很多时候是为了搵食 回去大陆搞China Trade 79年之后 就不是为了真心去爱政党 或者政权 另外就是中国历史 我觉得 中国历史是铸造了中华交的第二道门 打开第一道门 就是八达岭、居庸关、万里长城、敦煌、嘉宇关、江南水乡、五岳 我记得当时登上俄眉山的金顶都很亢奋 就是1984年、85年左右 在这个 由文化地理山川 然后进而第二道就是中国历史 我觉得中国历史源源流长 万世一世 每个朝代一直传承下来 努力不下地 又跌倒又起身 将历史神圣化 将历史神圣化 就变成中国人的宗教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中国人的宗教是没有宗教的 你看现在孔子的年代 就是说未能是人 因能是鬼 孔子重视现世的社会秩序 和伦理 重建社会秩序 去打破在春秋的时候 就是国人得安其分的社会 但当然孔子的理想是没有实现到的 最终建立秩序的就是管仲 这个商鞅 这个商鞅 魏辽 李斯 韩非等等这些人 所以这个法家就是用什么 严刑进法去建立秩序 不是行人政不是行德治 而是严刑进法 这个就变成每一个大一统王朝 重建的时候 都是恢复这样的法家治国体系 但是法家治国体系是什么 中间 顶着皇权的势力 你看看欧洲的历史发展 他去到罗马帝国崩溃之后 就进入了封建时代 那些皇族 他的皇帝其实有权力很有限的 为什么呢 就是他分封给那些贵族 那些贵族很多时候 皇帝是什么意思呢 King 就是在贵族团里面的 阿头 你记住 不是他自己的家天下 甚至在罗马帝国的时代 那个罗马皇帝都不是他的家天下 所以 你看回整个欧洲封建的发展 第一 和中国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分封给其他皇族 去管治那些庄园 而这个皇族本身隔了一代两代之后 他根本和皇帝的家族本身 已经是没有什么感情了 因为原本是兄弟 跟着到 那个贵族的下一代 就叫皇帝叫叔叔阿伯 再隔了一代就更加疏了 所以皇帝很多时候 如果真的要打仗 他反过来就要求贵族 那些贵族 但是那些贵族本身也可以不理睬皇帝 如果皇帝失德无道 或者经常挥霍 或者乱杀人 那他自己的庄园里面的龙奴 就认他的领主 封建领主 封建领主虽然有义务 当皇帝吹鸡 说要打仗的时候 他们要去义务作战 但是他可以不去 所以皇帝很多时候 就不是一个家庭独大 在一个管治的领域里面 就兀了 然后委任一班的衰利官僚 去帮他收税 是不合理的 在西欧 但是中国就不是了 所以余生成为官僚集团 余生就有阴阳性格 两面性的 这个是铸造了中国人的政治文化里面 第二个很重要的 除了第一个严刑进法 第二就是余生 知识分子那种阴阳性格 就是黑白无常集于一身 他满口仁义道德 读书的时候 因为他的文章教他 孟子、人政、文为贵、君为卿、社职伺之 浪浪上口 但是他高中之后 其实那是银食工具 到他银食的时候 那套儒家理念 基本上是放在一起 跟我们现在的会考是一样的 我们会考读的文章 读完读的课程 其实是打机过关 过关之后 买了武器 接着又带下一版 打大佬 去到打大佬 即是在首都里面 在皇帝面前考这个状元 我们叫电视 但实际上那套 基本上是用来说的 用来说的 所以这种虚偽二元的性格 就是做了中国的知识分子 是不会在政治哲学里面 发展出一套理论 去抑制皇权的 而他们只是什么呢 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鱒鱼肉 最终就是麻与帝王家的知识 他识字 他不是将瑜伽的理念 应用在他做官里面 他是用他识文字 识那些平文 八古文 这些 就拿来去写政府的文书 公衔 也只是用一种古典的文字 去表达他们的意见给皇帝听 而皇帝就好像扮演一个瑜伽的圣君 去听这些大臣的意见 整套都是一套戏 就是说是老林 他穿着官服上朝 皇帝坐在那时 实际是什么呢 你去到明朝 你就很清楚了 明朝是皇权最大 而官僚的权力 是最卑微的时候 是皇帝可以公然在庭上 将那些老匹夫 废佬 废佬 是脱了一条褲 凸起个屁股 当庭庭障 那些大臣 你想想 是这么瘋到这样 这个怎么只是肉体伤残 直接是精神摧残 你读圣言书这么久 只要皇帝和他在朝上讨论 朝政有所顶撞 譬如你叫皇帝不如查一下东厂 那些东厂在外面 整天无厘头嘔打那些年轻市民 那是不对的 你一这样说就死了 原来东厂后面就是皇帝 嘔打年轻市民指使的就是这个皇帝 皇帝就二话不说 call out yeah 然后跟着就即时禁卫军在两边冲出来 就禁下你 当庭庭像 好了 你以为那些余生读书人又留的吗 他们被你打完之后 你猜会怎样呢 他们终于摸透了这个游戏的玩法 就是发觉原来停仗之后 因为回到乡下 始终都是一个余生的社会 那些读书人 如果你在朝中 因为敢于顶撞皇帝而被停仗的大臣 就会在乡下起朵 有名誉有地位 是一个marketing的手段 为什么呢 就是证明你不畏强权 不畏强权 找不到食物 停仗完之后 革职还乡做什么呢 开补习社 做补习天王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书院呢 就是帮人补习考科举 是吧 你又有道德形象 又被皇帝打了 在明朝发展到极致是什么呢 我当年读明史的时候读过一个故事 就是某大臣被皇帝停仗 停仗完之后就结架 就是那些肉坏死 坏死之后就整块肉脱了出来 好像蠟肉那样 那这个 官呢 真是 将那块蠟肉勾起上来 就成为他的招牌 就是 周围显示给人看 你看我多厉害 我被皇帝打得皮开肉裂 连屁股那块肉脱出来 我都不怕 那样 自此之后呢 就可以收到很多门生 就去帮他们补习考科举 那这个就是中国的政治文化 但是大家知道 明朝就是大约十五世纪 一六四四就是满清入关的 十五世纪 一五几年 明朝那时西方发生什么事呢 西方已经进入大航海的年代 当明朝的官僚和皇帝还在沉迷于这些权力斗争的时候 西方已经开始大航海的年代 首先西班牙女王资助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然后葡萄牙的特加玛 法斯科特加玛 法斯科特加玛 是去到东来亚洲的 特加玛 大家以前去澳门 你就看到一个法斯科特加玛的雕像 葡萄牙人已经来到了 已经占领澳门 是明朝万历年 万历年间 你想想 当时的西方世界已经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大家想想这个变化怎么来呢 是不是凭空产生呢 是不是因为只不过瓦特发明了蒸汽机 就在英国发明了纺绩针 用飞梭来积布 工业革命发生 就令到西方领先 到今时今日 中国大陆里面很多知识分子 甚至是中共 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理解 其实还停留在这么低的 level 他以为 只要我掌握了瓦特的蒸汽机便可以 这就和晚清的洋务运动改革是一样的 结果 甲午战争一同日本打 立刻玩完 到今时今日又再重蹈这个覆车 他以为我只有华为 偷取别人的科技 发展我的五知技术 然后跟着我就可以变成 打败资本主义强国 其实和以前 100年前500年前 中国皇帝那种无知 是一模一样 今集就要继承上一集 上两集就讲 商人商业的发展 如何分途而行 我上一集 对上一集都讲到了 为什么商人 又会有自治城市出现呢 自治城市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我介绍大家看 Netflix的 佛罗伦斯的 麦迪奇家族的电视片集 季度一就是 The Master of Foreign 季度二就是 The Magnificence 两个季度 很好看 Dustin Hoffman 做这个 Giovanni Medici 应该就是第一代 做银行发达的 为什么是做银行呢 我上一集讲 阿姆斯特丹的崛起 也是一样 商人和自治城市 就是twins 一起出现的 因为这些城市本身就是商业城市 而这些商业城市里面的商人 就赚到很多钱 赚到很多钱之后 他怎样呢 他买他的自由 就是和当时最大权力的 无论是皇后好 分封的公爵好 或者直接和皇帝 就签订一个约章 就是基本法 立定基本法之后 就是你给自治权我 我就每年给你多少钱 这个自治城市的出现 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步 我记得我以前读历史的年代 我老师是一个很出名的经济史专家 曾经去过牛津大学 现在回到中大退休的 应该是科大伟老师 我跟他读中国经济史 和西洋经济史 我记得暑假的时候 他很好人 我们放假的时候 很多人去玩 他暑假就带我们去读书 就是看完书之后 每个星期去见他 然后他自己说出来 看了些什么 我们那时候看了什么呢 第一是Karl Marx的《资本论》 第二是Max Weber的《Economy and Society》 还有就是Ferdinand Brodell 《地中海的历史》的研究 就是法国 一个很重要的学派 叫做连鑑学派 研究资本主义兴起的 从历史角度 研究资本主义兴起的 这个学派的一本重要的作品 就是《资本主义文明》 我经常说资本主义是一种文明 不是一个机器 不是生产技术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当然 我想共产党未进化到这样的地步 学者可能会认识的 但是你说到官的层面 绝对他不能承认 资本主义是一种文明 如果是这样的话 社会主义文明是什么 他没有办法接受 为什么呢 就是你看看自治城市的历史发展 你们可以看到 最先是出现在中古时代 14世纪开始 一些城市15世纪开始 就是他摆脱了封建领主的控制 那这些城市开始 他用一套自己的管治方式 所以我说大家去旅行 记住去看看人家的广场是什么 香港就是丧买丧食 因为那里就是Gucci Prada等等 那些名店所在 但是你看看人家的布局 它是一个城市的中心 一个辐射型的街道 然后它是一个中心 中心里面是有一个市政厅 市议会 还有什么 教堂 两大权力 宗教和这个 世俗化的政治权力 市议会是怎么组成的 12个人 为什么是12个人 大家想不明白 陪审团是12个人 是因为当时查理曼大帝的贵族团 他咨询的贵族园里面的贵族团的成员 就是12个人 那这个12个人就一直流传下来 好了 接着就到商业区域 市场 市集等等 你今天去佛罗伦斯的领主广场 你仍然是体会到 当日 中古时代那种 世俗化的自治城市的出现 其实是没有变过的 其实是 因为它保存下来 那个样子是没有变过的 后面就是 Uvisi 就是这个默迪奇家族的 艺术文化的收藏的博物馆 你去看这个 就是你回到中古时代是一模一样的 这些城市出现了之后 开始有钱了 默迪奇家族就是了 开始有钱就可以买到权力 第一 第二是什么 他不需要 deal with 封建领主 就是他可以跟大佬直接拉关系 大佬是什么 就是王帝 王帝 王帝要钱 这个跟日本是一样的 你看如果日本的战国历史 大阪城的出现 封神秀吉政权的出现 就是造就了日本 在封建时代 一个最重要的商业城市大阪 大阪就是在封神秀吉 已经做了关白 就是当时 積田信长 就在本能子之边 被明智光秀 逼到他自杀之后 那么封神秀吉 就是当时叫做雨柴秀吉 应该是 就是起兵 讨伐明智光秀 结果就继承了積田的最大的地盘 然后他就将他的基地 放在大阪城 为什么在那里呢 其实就是推行一个所谓 落座落市的政策 就是开放自由 被人做生意 所以你看到封神秀吉的画像 很有趣的 他穿着葡萄牙的外衣 披风的风衣 封神最喜欢的是什么呢 就是穿着这些古灵精怪的 来自欧洲的丝绸 服装 然后就在那里巡游 参加大阪里面的一些活动 所以这个就是令到整个 封神的势力一路一路大的原因 就是跟他的商业政策有关 是因为大阪商人 在背后对他的支持 所以大家如果看过日本茶道的历史 有一个很出名的茶道家 这个是利休 后面就是大阪商人 其实他自己根本就是一个商人 在朝鲜利的茶具 是赚了很多钱 这些在欧洲也是一样 那些自治城市里面的商人 就借钱给皇帝 那你说 那信不信得过呢 就像明太祖那样 大佬你审万三 捐这么多钱给我 起南京城墙 原来你这么多钱 抄他家 对了 但是 为什么不会出现呢 这个就等于我刚才说 因为在西欧历史里面的王权 是没有亚洲地方的王权 那种绝对的 他受制于土地贵族 第二 他也有很多人跟他竞争 如果他借了钱不还 甚至将商人充公 或者那些银行家去抄斩 以后就夺臭了 就没有人借钱给他了 但是皇帝借了钱 会干什么呢 他可以去攻占其他 贵族的土地 将他收为王权控制的范围 没有自治城市 我可以这么说 是没有西方民族国家的出现 西班牙 支持西班牙的统一 成为一个西班牙帝国 其实就是自治城市的商人 然后跟着 在这个 荷兰好 英国好 法国好 都是 所以商人 地位高 不单止他成为一个自治城邦 甚至由这些城邦 可以组成一个国家 其实是 威尼斯就是 威尼斯就是 威尼斯共和国 就是 共和国本身就是 荷兰北方七省的共和国 荷兰共和国就是 就是 他就直接说 我不要皇帝了 你不要来搞我 我自己搞了 我自己就组成一个 松散的共和联盟 共和就是一个联邦的联盟 所以整个西方的历史 和亚洲这个大一统的中华帝国 那种 法家式的管制到每一个人 穿什么衣服 明太祖最荒诞是什么 当西方兴起这个自治城市的时候 当时 明太祖发布的 这个明朝的那些 建国武来 是规定什么 大家要戴什么帽 丫鬟 要有多少个计 农民可以穿什么 绸 断 绵 衫 衣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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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可以穿丑和断的 农民的家庭里面 其中有一个人重伤 你全家都不可以穿丑和断的 大哥 皇帝是瘋到这样的 明太祖很认真的 他很努力的 很努力做什么 是管制全中国人穿什么衣服 和什么法式 计划里面插多少支猜 你想想 整个国家这么大 其实他是在管什么 是你的头杂多少支猜 和你的商人可不可以穿绸团 这些 一个micro的东西 为什么 我告诉你 很多人笑他很傻 其实不是 他是要用一个制度去分辨出 哪些是信民 哪些不是信民 等于满清 要剃光前压一样 其实很多人以为 一定要留边 其实不是的 满清 是要你剃光前压 你后面留不留边 不要紧 结果就是什么 他就是要告诉你 剃头和不剃头 今时今日 为什么要有光时的口号 就是视为造反 其他的就是信民 有文宣的就是造反 他理得你的文宣是什么意思 可能那些字 根本是写着支持国安法的 只不过贴上去是面帽子 3M的 他就视为造反的标志 这个就是 马亚州 中华帝国的法家帝国的历史 和西欧的历史一比较 我看到 为什么他会慢慢走向一个限制王权 然后走向一个 资本主义的形式的国家出现 第一 就是自治城市的地位 香港本来就是亚洲第一个 可以和西方自治城市对比的一个 这样的城市 现在都玩完了 所以香港是亚洲资本主义之光 就是这样的原因 因为我们在150年前 重复中 欧洲 几百年的历史 唯一重复就是香港 这些自治城市 其实在英联邦国家都出现过 但后来都是被内陆的政治帝国所吞势的 但是自治城市的发展下一步 如何令西方出现资本主义 而中国无法出现 就不单只是对商人那种的限制 和垄断的国营政策 我上次所说的两大影响 第三个就是什么 它包括对雇傭关系的规定 很少人去研究这件事 我读研究院的时候 我是研究中国的工资体制改革 所以我对雇傭关系的历史有些认识 在明朝 差不多到末期 差不多到西方工业革命的前期的时候 中国的制造业都很发达 比如景德镇的做陶瓷 崇江的做棉布 纺绩 丝绸等等 都是很发达的 但是它的僱傭关系 它和西方是完全不同的 西方的工人 和僱主是平等的地位 但是在中国社会里面的僱供 其实就是低低僱主一等 甚至好像僱主的奴隶 那样 就是说如果僱主罵你 你拼嘴 罚钱的 官府规定的 如果你打僱主 刑罚就严康很多 僱主打你就没问题 这就是中国式的僱傭关系 那些工匠 我上一集也说 它是很多是细宅的工匠 不可以自由流动 比如你做是陶瓷工人 一世就是陶瓷工人 大家如果听过白居易的有首歌 我中学时代读过 《买炭翁》 《佛身烧炭南山中》 《满面陈灰烟火色》 《两笨仓仓十指黑》 《买蛋得前何所刑》 《身上衣裳口中食》 你听过《买炭翁》的故事 你就知道 在中国做工匠 做生产商品 是很糟糕的 其实是 他烧炭那么辛苦 赚到的钱 只是扔一块布给他 那块布只是挂着牛角那么长 大家有机会 慢慢再看《买炭翁》这个故事 你就知道 不是商业地位低 包括僱傭关系 都是存在着一个相当压迫性的制度 是讲身份 讲阶级 讲地位 你到今天在大陆都会看到 你去上海 深圳 你看看那些人 如何对外省来的服务员 他们叫他们做翠花 那种态度 包括顾客好 顾主好 对那些民工的态度 都是当他们奴隶 但是西方已经一早摆脱了这种关系 甚至工匠可以自己开店 而行会有保障他们 这些工匠 有一个集体谈判 而这些自治城市下一步的发展是怎样的呢 就是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的早期的形态 就是一种股份公司的出现 自治城市为何和股份公司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呢 它将自治城市里面的一些概念应用在股份公司那里 所以最先出现荷兰的何属东印度公司 我们叫做VOC 另外就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 VOC 大家有机会去日本 不要只是喝喝吃吃吃 你去长期 你会看到现在收服了一个荷兰商馆的地方 另外就是去一个平户 平户里面也是 平户就是最先VOC去那里做生意 何属东印度公司 就是去长期做生意 荷兰人是最早和日本人做生意的 除了葡萄牙人传教之外 荷兰人就是做生意 葡萄牙人就是传播天主教 那这个VOC就是一个股份公司 荷兰就是一个很小的国家 在一个自治城市里面人口都是150万 但它怎样可以和西班牙各族 而打败西班牙帝国呢 最先我刚才说了 利用自治城市的商人集资 建立一个帝国的就是西班牙 但是西班牙走的就是一个专制帝国的路线 王权就像亚洲那样的 是绝对王权来的 西班牙的天主教也相当严格 不喜欢的你就走啦 最先不是来自中共对香港 而是西班牙对当地的犹太人 那现在西班牙的帝国 是有钱资助这个 出去哥伦布 出去这个全世界 去找这个商机 所以地理大发现之后 最先出现的是西班牙帝国 就是在殖民的南美洲 和中美洲 在这个殖民的过程里面 它就很简单 它就做一些金借源 去贩卖黑炉 拿银矿 最喜欢的就是开银矿 西班牙的白银 就源源不绝流入中国 在明朝的时候 这些白银本身就是稀有金属 但是对西班牙来说 你现在去马德里也看到的 其实去那些皇宫 那些当时的银行 金碧辉煌 就是一个很光辉的年代 但是为什么最终被荷兰取代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 荷兰人除了吃大麻 和这个红灯区很棒之外 其实是荷兰人是相当的 现在很多建筑师 指挥家 全部都是荷兰人 你想想它这么弱的国家 只是商业上的一些自治城市 比如阿姆斯特丹 海牙等等这些城市 它怎么可以联合 而是打败西班牙的艦队 是垄断了整个东印度的贸易 包括什么 印尼的耶加达 当时叫巴达维亚 菲律宾 还有淡水呢 洪无城呢 台湾 然后到印尼呢 印尼成为荷兰殖民地 是二次大战之后才结束的 你想想多厉害 所以你想想 还有马来半岛奔狼罪呢 所以一样有 现在好像马六甲 一样有荷兰建筑留在这里 我记得去Colombo 我去斯里兰卡的时候 那时候呢 仍然看到一些荷兰时代的建筑 这个就是当时取代西班牙的帝国 因为它发明了一个 全世界第一间股份制的公司 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 VOC 大家有机会去阿姆斯特丹大学第一提 那个就是VOC的总部 为什么呢 就是由董事会组成去管理 管理什么呢 它有一万个军队 每年可以派出五十次商船来东印度 就是来亚洲 从事什么 香料贸易 陶瓷贸易 丝绸贸易 香料就是那些 pepper 芝麻 那些 就是当时很重要的 一些商品 而这个何淑 东印度公司最远就是去到平户 在亚洲来说 今天你去平户的港湾那个位置 重建了荷兰的仓库和商管 就是当时停泊荷兰商船的地方 就是平户 也是倭寇的大本营 这个大航海时代造就了荷兰人 他用集资的方式打败西班牙人 集资 你想想这个不容易 他的集资方法是很先进的 第一他的股份是什么呢 荷兰当时很多水手会买 铝博会买VOC的股份 不一定是专业人士 不一定是皇帝的皇后那些 很多普罗百姓的商人 买的股份 这些股份切到很小 切到很小之后 第一你要信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这个在中国是不可能的 到今天 李嘉诚先生这么聪明都好 就是华商里面经营之神都好 他虽然是上了市 但是那间公司仍然是要彻底在他控制下 但是当时在荷兰出现就是我 买了VOC的股份之后 首先我要相信选出来的那班人 是会认真无私地去营运这个 何属东印度公司 然后跟着他赚了钱 他不会自己贷款 他承诺他贷款多少公开 有个章程 然后跟着他会按照我 投资了多少钱的比例来给他 如果社会是不存在信任的话 这种体制是没办法运作的 为什么呢 就是我拿了钱 买了一张纸 我怎么知道你到时候到后 首先你会不会 自己贷款一大笔钱 只剩一分钱给我 对吧 中国人就会这样想 你又不是我家人 你又不是我亲属 我怎么相信你 资本主义第一个重要的是什么 trust 没有信任 没有资本主义发生 荷兰东印度公司 就是一个流动的自治城市 他就是皇帝给了一个特许的经营权给他 他可以组织自己的军队 可以建立自己的武装商船 然后来这个亚洲建立贸易的据点 巴达维亚 长崎 台湾 檳狼醉 等等这些地方 他们有军队的 然后香料贸易赚到的钱 回到去之后 他创立了第二件事 就是世界第一个股票市场 可以trade VOC的股票 他就有能力打败西班牙 西班牙靠什么 靠个女王自己给钱资助 这个什么 哥伦布 资助加特马 所以你的财力怎么可能给得上集资的公司 小小一个商人在阿姆斯特丹掃地 原来他是VOC的股东 这件事是不得了的 是整个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出现之前 世界进入一个全球化年代开始的第一步 但很可惜中国当时是错过了这些东西 澳门 你看到澳门历史你就知道 葡萄牙人万历年间占澳门 其实是 曾几何时他是整个全球化地理大化 然后全球化是一个很重要的商负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再向东走 就是去台湾 和再去长崎 然后那边再去就是马尼拉 菲律宾大帆船就是这样 将长期日本做的丝绸 加上中国的瓷器 然后就一直运过去 运回到欧洲的贸易 澳门就是其中一个中转站 所以你看到大三巴的牌坊 你可以想象当时澳门 现在是销正得到前面的牌楼 但你可以想象到当时是多么辉煌 还有澳门是派葡萄牙天主教神父向日本传教的基地 当时还没有 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什么呢 中国那种城市是一个政治的城市 中国商人是臣服于王权下面 而中国是没有自治城市这个传统 也没有这个历史 无论多强的商负 近代唯一出现的就是香港和上海 上海是租界 又是共管的 又是西方势力 香港是殖民地 又是英国人管的 但是也很幸运 香港在一百五十多年前 一百四二年已经卷入了 英国取代荷兰之后的 另一波的全球化贸易里面 英国为什么会进步呢 这个就是很关键 为什么最终英国会取代荷兰呢 很多人没有细心去研究 背后和政府权力 君主立宪的关系 但是你如果进入西方这段历史里面 我鼓励香港人多点去看这个 十六世纪十七世纪的历史 很多人只是看工业革命那段历史 我都说雅特发明的精气机 我们读西史是错的 工业革命不是源于雅特的精气机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觉得投资到精气机那里 你有回报 你可以赚到钱 你的工人可以自由流动 不是你的奴隶 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 那些公司 它可以用股民小股东的投资的钱 去再投资 这些全部都是一个 叫做资本主义文明 到今天都不外乎是几件事 第一 在国安法下面大家要好珍惜的 第一 私有产权 皇帝不可以随便充公商人的钱 皇帝问他借了钱之后 写了借据之后 他要还的 日本封建的领主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大阪商人去到江湖幕府的年代这么凶 武士都要过计给商人 其实就是商人买了武士 做摄影师之后提高自己的地位 因为有钱 第二 他不能随便充公 因为他充公了之后 你玩了一锅 第二锅 就是人家一起抵制你 所以商人造就了西方的民族国家 而民族国家出现的时候 大家看到 他有四种不同的路径走 其实不是一种的 第一种就是我刚才说的 西班牙式的绝对的绝对王权 Absolute Monarchy 皇帝至上的 其他人全部就是类似亚洲的王权 天主教就是一个最严苛的体制 支持这个绝对的王权 进行宗教审判 第二种是什么 相对于西班牙王权 没有那么严苛的 就是由Absolute Monarchy 就变成什么呢 就是专制王权 由独裁王权 绝对王权 变成专制王权 就是法国式 接着第三条路是什么呢 就是荷兰式的共和联邦体制 就是这些自治城市 大家组织成为一个联邦政府 是没有哪个人的主持 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是很想去管理整个国家的 荷兰人 他只是理好我们做生意的城市 也变成最后跟英国的分别 就是VOC是没有一个国家力量在后面 而英国东印度公司是有一个国家力量在后面 而英国就是第四条路 都是限制王权 不过用一个约章的方式 君主立宪的方式 去限制王权 不准做这样不准做那样 而很多时候英国的体制就一直这样发展出来 我们今时今日 我们普通法、陪审团制度 是十一世纪、十二世纪的产物来的 在英国是 所以去到最后的近代化竞族里面 荷兰打败西班牙 英国就打败荷兰 因为它是君主立宪的体制 君主立宪的体制就是说 它的中央政府仍然是有自己的权力 有自己的意志 不光是东印度公司 东印度公司帮它开发了印度 加以国答、马达拉斯邦等等 这些据点 但最后将整个印度 变成大英帝国殖民地 背后就要靠政府的权力 荷兰后面就没有政府权力 它的政府的力量是相当薄弱的 这个就是由它一开始组成的时候 荷兰已经是走着那条路 它有好处也有它的不好处 当然是 但是你想想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理解 西方、中西历史比较 去由商人、商业 到最后就是殖民扩张 接着就到工业文明 特非猛进的工业革命 那段走过的道路了 好了 今集时间差不多了 下个星期再跟大家去讲工业革命开始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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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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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宿命是什麽呢 我告訴你 其實是亞視 亞洲電視 你想想 每一次亞視 入股 黃禎 封小平 入股之後搞一大輪 略奪自己的私利 做完之後一個爛灘紙又交給下一個 又再交給下一個 直至到他倒閉為止 如果你說真是獨裁管治是否這樣 是否這樣搞到 如果你是新加坡模式 屈永賢雷鼎明說出一部分的憤怨是什麽呢 就是林鄭不夠強硬 但這只是表象 如果你是用一個這麼強硬 反而沒有民意基礎的政權只會更糟糕 而整個香港就變成一個亞視 是每一個人進來搞一搞 每一次有危機 新的手來搞一件事 搞完之後又再創造新的問題 然後又再找新的方法去搞 一計不成 又生一計 直到逃空了香港為止 這個其實在歷史裏面已經寫了一個結論 就是1997年之後到現在香港搞到這樣 怎麽逃避 我想問中共 其實都沒得逃避的 我覺得 這個結果已經寫了在這裏 不是鬧反應 沒有人有錯 但很難得 這也很難以為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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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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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